Salut les amis,我是冬冬,歡迎收看飲食法文 法國餐飲是否真的這麼好,可以說是見仁見智 但在西方國家裏,法國的餐飲一向備受推崇 這樣就沒什麼爭論了 所以很多餐廳、菜式或食品都採用了法文名 讓他們的形象高級一點,價錢可以賣得貴一點 這個情形亦都出現在部分香港的西餐廳裏 例如我之前曾經說過幾間法文名怎樣讀和解的餐廳 就沒有一間來自法國 他們中間有部分因為提供法國菜式或食品 說是法式,仍然能夠接受 但亦都有一些很不法國,那就真的有些名不符實 不過早前我偶然發現 有一間百分百的法國包點快餐店 Priosh d'Hai,原來已經進駐香港 但所在地點就是頗為平民化的大國咀 和似乎沒有什麼宣傳 所以沒有多少人知道它的存在 實在有點可惜 先說一下它的法文名 在網上餐廳指南裏 它的中文名顯示為法味朵峰 與法文發音真的有一段距離 對於很多香港人來說 法文最難掌握法音的是R 那是要鎮喉嚨音 如果發音不到,其實可以當它是英文唸 Briosh d'Hai 不過我曾經說過,法文的R可以當英文的H來唸 變成Briosh d'Hai Briosh d'Hai 法國人聽到這樣的發音 會比聽到英文的發音舒服一點 再說一下它的背景 Briosh d'Hai 在1976年創立 1992年發展成Franchise 特許經營模式 在全球據說有500多間分店 其中300多間就在法國 是法國最大規模的包點快餐連鎖店之一 其餘的主要在美國 另外在中東、日本、韓國都有 網上資料顯示 這間公司的包點全部都在法國生產 然後運送到法國和世界各地銷售 香港自然也不例外 我知道她在香港開店之後 馬上告訴老婆 她因為都在巴黎讀書很多年 在那裏認識我和結婚 但是二十多年前回香港之後 就再沒有機會重返巴黎 所以她也很懷念 聽到之後很興奮 第二天馬上跟我一起吃午飯 追尋昔日的法國風味 我拍這些短片本來是不想做食品的 純粹說說法國的飲食文化和相關法文 但是這次不管怎樣都要平一下 就是她們的食品 尤其是她們的包點 是地道的法國風味 老婆和我當年在法國的時候 都是窮學生 想高級餐廳用膳的機會 絕無僅有 但是吃牛角包這類傳統法國包點 還很多 怎麼都分得出好壞 我想用香港茶餐廳的價錢 可以有地道的法國餐飲 不管你是否喜歡法國風味 都是物超所值 最後還想探討一些個人的想法 我想在香港推廣和普及法國飲食 Priage d'orée是挺合適的 因為她在法國是屬於平民化的食肆 不像高級餐廳一樣高不可攀 而供應的是地道的法國食品 尤其是她們的包點 水準絕對有保證 過去兩年 她們在法國就連續兩年 得到三文字類最佳連鎖店的獎項 飲食這件事可以騙得到外國人 但是要騙本地人是很難的 如果沒有那麼多水準 是不可能贏得行業的認同和獲獎的 此外作為跨國企業 她們也應該有足夠的實力 在外地推廣宣傳 不過正是這一點 令老婆和我有所不解 就是她們特許經營在香港的第一間分店 為何不直接投資 在更旺的地點開業 和做適當的宣傳 讓更多香港人認識 這樣便很容易打開局面 吸引到其他投資者 買她們的特許經營權來開店 以我在大角咀觀察到的情況 可能就是認識這間快餐店的人不多 店方可能亦不想造成浪費 很多食品是即點即做 結果在食堂出餐 和外賣時都被拖慢 不少客人不願等 結果便沒有買 這樣便很容易造成惡性循環 另外這間快餐店 給人的感覺都相對高級 但附近的環境很工廠 和他們很不協調 這樣便會造成負面影響 我畢竟不是商人 對於他的母公司應該怎樣經營 就真的沒有發言權 而且開店在平民化的地區 造金應該相對便宜 價錢便可以降低 有助法國餐飲風味普及化 我想如果不是開在大角咀 而是開在中環金中一帶 便沒有可能用這樣的價錢 吃到這樣的級數法國餐了 利益申報 我和Prioche Doré 並沒有任何關係 也沒有收過他的廣告費 觀點完全發自個人內心 這次就說到這裏 如果各位喜歡我的內容 記得訂閱 A la prochaine